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零件 没想到作用却这么大 少了它 铁路能不能正常开 都是一个问题 那它究竟是什么 欢迎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 支持一下 谢谢 在乘坐铁路交通工具的时候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观察到一些铁轨 它们的结构啊 一般是具有一定规律的 大部分铁轨都不是一条线 而是有独立的一节一节钢轨连接而成的 并且在钢轨与钢轨之间呢 一般都会留有缝隙 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这是根据物质热胀冷缩的性质 这些高铁的接缝处 必须得留下空隙 这样能够保证 在季节变化或者是说 摩擦生热的过程中 铁轨能够反应过来 虽然说温度一直在变化 但铁轨中如果存在缝隙的话 它能够成熟住这一些变化 就不会让铁轨造成损坏 那么如果没有这一些空隙会怎么样呢 就会导致气温持续升高 然后铁轨因为受到热胀伸长 而相互推起变形 这样就会造成一系列的交通事故 所以这样做呢 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 当然现在也出现了无缝铁轨 不过它并不是像它的名字一样 几千公里都不存在缝隙 而是把25米长的钢轨 焊接成几百米长的 然后再把它铺设在路基上 无缝钢轨一段一段的之间 还是有11毫米的空隙的 在两者轨道的空隙中 仔细观察过的朋友 可能会发现这里面总是有一些小小的铁丝 这也引起了大部分人的好奇心 轨道空隙中的铁丝究竟是干什么的 说到这一些铁丝啊 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问题 其实它就是叫做轨道的电路 我们都知道轨道本身呢 是有一节一节的钢轨连接起来的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轨道 所以想要把它连接起来 这其中就必须得有第三方的帮助 而这个时候呢 铁丝它就起到了作用 它能够帮助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 并且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也不用担心 铁丝同样会因为热肠冷缩的关系 而导致一定的变形 这样就刚好和铁轨发生反应 并且在铁轨的接缝处的地方 还有这很多的钢板相接 并拴着好几根的铁线 不要小瞧这一些铁线的作用 它们除了能够把钢轨连接到一块 并且还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 能够用来检测这一段路线 有没有被其他的火车给占用 这样就不会出现两辆火车 同时出现在一条铁轨上 因为同一条铁路会分为多个B色的局间 如果两辆火车出现在不同的局间 并且相隔的距离比较远的话 是压根看不清楚有没有火车通过的 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事故 而事故造成的后果呢 也是非常的严重的 不过现在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人们发明了信号灯的出现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检测各个区间之间 是否有列车经过 如果有列车经过的话 就会显示红色的信号灯 列车长在看见之后 就不会再驶入这个区间 并且呢也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和我们在路面上行驶看到的红绿灯一样 每一个交通工具呢都有自己的规定 这些红绿灯并不是铁路中心人为去控制的 毕竟人的眼睛啊 总是会有疏忽的时候 要一不小心弄出了信号灯 那麻烦可真的就大了 火车轨道的红绿灯是怎么控制的 列车如果到达了这个地方 列车员就可以按下这个按钮 从而啊 其他的车子就能够看到红色的信号的时候 就会停下脚步 同时 在铁轨出现问题的时候 比如造成了钢轨断裂 或者是暂时无法使用的时候 它也会影响到相连的部分 这个时候 信号灯同样会变成红色 这样一来的话 就能够提醒在铁路上的工作人员 让他们及时汇报给铁路部门来进行处理 同时 通过铁路部门 告知后续的列车 不要从此地经过 除了铁轨上的铁丝以外 任何的维修和检测 都是需要靠人工的 现在我国还不具备智能化的维修 对于列车上而言 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他们必须要清楚 铁路上的这一些电路元件的变化 以及它的颜色代表什么 并且要结合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判断 并不能完全依靠信号灯 不然也会造成误诈 而我们作为乘客和路人 也要遵守规范 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随意地横传铁路 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这一种铁路信号灯呢